美国林肯公园乐队主唱查斯特·贝宁顿 于7月20日自杀身亡,向年41岁 他的家人在29日中午决定在离家不远的植物园举行私人葬礼 而不是公开的追思会 葬礼上大建起黑色的舞台 全面好友和同行们登台用音乐缅怀贝宁顿 现场也有200人到场哀悼 更不乏许多音乐人都是曾和贝宁顿、林肯公园合作或是巡演过的乐手 面对舞台的左边则设置了一个小舞台 上面摆着一套鼓,准备拿来演出 更有警方在周遭维持秩序 当天参加葬礼的亲友手腕上会绑着黑色及黄色的绑带 还附上一张通行证 上头印着他在舞台上演出的背影 为此网友们纷纷评论道 走好,一路走好,愿天堂没有伤痛